今天要來分享的這款遊戲呢 羅卡其實有看過他的一代 但是呢一代沒有入手 直接來入手二代 因為封面給羅卡的好奇心 應該已經頂到一個極致了 所以羅卡就直接把這個二代入手回來 為什麼會說他的封面 讓羅卡的好奇心頂到一個極致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 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就是這一款 Lis is the Police 二代 是The Police還是The Police 他的中文翻譯呢是叫做身為警察二代 因為他是一個歐美的遊戲吧 所以整個匯封大家可以看起來 算是蠻美式的風格 封面的部分呢他是一款Switch的遊戲 然後遊戲裡面的人物呢 基本上都是沒有任何五官的 整個繪圖的風格算是比較特別一點 沒有像一般的那種繪圖 就是會很完整的描繪出整個人的那種 身形線條等等的 那這個的繪圖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跟一般的遊戲都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的分級呢是16歲以上 這個應該是歐洲國家的分級吧 是不是 等一下要來進劇遊戲裡面稍微玩一下 因為看起來這款遊戲其實講真的 還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在玩什麼樣的東西 背面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些的遊戲畫面 從這些遊戲畫面當中看來呢 他的繪圖的風格真的算是蠻特別的 這樣看起來其實不太了解這款遊戲 到底要怎麼樣去進行 再來下面這裡呢有寫到 他是在三個模式之下呢 都是只能夠自己一個人來玩的 旁邊這裡有寫到他也是有支援Pro的手把 再來裡面的部分呢 一樣是有一些中端的用戶協定 跟一片遊戲卡架在這邊 整款遊戲呢基本上從名字上看來 應該可以不難發現 他應該是一個扮演警察角色的一款遊戲啦 目前為止羅卡還是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在玩什麼樣的遊戲內容跟劇情喔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來去遊戲裡面看看吧 好現在我們直接進到遊戲裡面來 那這個遊戲呢一開始是需要下載一些檔案的 羅卡因為看了他的時間特別的長 所以有稍微去查了一下 他的遊戲檔案呢大概500MB以內而已 400多啦400多而已 還OK不需要特別的加購記憶卡之類的 那進到遊戲裡面來呢 首先需要先來這個選項的地方 選擇語言 不然進去遊戲呢會是以英文的方式來做呈現 那遊戲的內容呢其實還蠻重劇情的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老話提醒一下 剛才的中文語言呢要記得調整一下 當然如果說是外文也OK的就沒有關係啦 基本上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較類似像個棋盤式的遊戲 這種策略遊戲呢在以前的機器人大戰啊 或者是更早期的一些大戰略EX吧 這款遊戲的話是比較常看得到的 那這款遊戲呢它的音樂來說都會稍微的單調一點 就是有點背景音 搭配上這些警察跟歹徒的音效呢 就呈現出這樣子的遊戲風格 包括整個遊戲的畫面呢它的 繪圖風格都算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並不是說非常精細的一種繪圖風格 可是呢在玩起來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感覺 那在一開始這裡呢會先教我們一些基本的操作方式 包括裡面的一些功能選單等等的 什麼樣的選單呢適合在什麼樣的時機做使用 在這邊剛開始的地方都會來做一個簡單的教學 不過因為羅卡有玩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左右 所以這一個部分呢 其實要看到下一個同樣棋盤式的玩法的話呢 可能要玩超過一個小時以後 如果說是有把這個劇情稍稍給獨熟一點的話 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 那由於這種策略遊戲的地方呢算是比較沉悶一點的 所以羅卡在這個要攻進屋子裡面的這個小段落呢 就把它給稍微停下來 其他的部分就留給各位玩家呢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自己來玩玩看 再來呢就是進入到一個劇情的部分 劇情的部分其實還蠻漏長的 那全程是有語音 英文的語音 搭配簡體的中文 可以慢慢看 基本上慢慢看呢 整個故事是可以讀懂的 唯一比較特別的是他的字幕算閃得有點快 所以如果在看字幕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用心一點 因為簡體中文加上他的字呢 閃得比較快一點 再來呢 進到這個地方是可以看到 他是會有點像問卷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會有二選一的答案 羅卡呢在網路上面稍微看了一下 這個選項呢似乎是會影響到 後面的發展 所以呢 可能要好好的來讀一下 接下來呢 這個遊戲的劇情畫面 其實有蠻多的 那整個就很像在看一部卡通的感覺 一部 偵探小說 推理小說的這種 卡通 繪製出來的卡通 然後再進來的這個部分呢 就更像一個偵探推理的 遊戲玩法了 這個地方他會提供給我們一些訊息啊 一些照片圖片等等的 那我們必須要把它給 用邏輯化的方式呢 把照片安排出來 以一個非常合理的方式 來把照片排進去這個排序裡面之後呢 再來推理看看 哪一個人到底是犯人喔 那這個地方呢 算是有點稍微血腥一點 所以如果在玩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年齡啦 好啦 那今天的遊戲呢 就先玩到這邊啦 好 終於 算玩玩嗎 這次應該要講玩玩嗎 這次應該是 終於看完了一段遊戲內容 嗯 看完了一段遊戲內容 因為呢 羅卡在拍這段遊戲的畫面啊 其實老婆當然坐在旁邊 他一直覺得說 欸 羅卡 你是在看什麼影片啊 怎麼 好像劇情蠻緊湊的 然後裡面的音樂呢 也都有點詭異的感覺喔 這影片你到底在看什麼東西啊 後來呢 才發現 原來是在玩遊戲 這一款遊戲呢 他裡面的劇情敘述的這個 長度喔 算是非常的長 內容也非常豐富 基本上呢 羅卡大概玩了 將近一個小時左右 裡面有大概超過50分鐘 都是在做劇情的陳述 在這個劇情的陳述 算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也就是說這款遊戲呢 基本上一定要選擇到自己看得懂的語言喔 再來進行都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這個所有的故事陳述啊 如果說沒有用自己看得懂的語言的話 呃 光聽語音 如果假設是英語系國家的 應該還OK 那如果說呢 是聽不太懂英文的人呢 來玩這款遊戲 就會跟劇情有一點點隔閡了 那這款遊戲呢 基本上算是一個比較 灰暗的遊戲風格啦 整體來說呢 這個玩起來會有一點點 陰生陰人的感覺 因為裡面是有一點點像 在閱讀一部偵探小說的那種情境在裡面 然後呢 整體的音樂音效 包括整個故事的敘事內容喔 都會讓人家感覺到非常的懸疑 然後呢 會有一點點陰暗灰暗 再加上故事呢 好像又會飄出一點點雪花的樣子喔 總會讓人覺得說 哇這個帶到遊戲裡面的情境 心情會稍微的灰暗一點 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的語言雖然有中文 但是是簡體的中文 所以呢 基本上雖然看得懂啦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看得懂的 那這個文字的部分呢 算是可以幫助我們在劇情的方面 有更加深的了解 再來呢 這款遊戲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都想要來分享一下 首先呢 就是這款遊戲在講話 文字閃現的地方啊 超級無敵快的 他們的講話方式呢 可能就像我們在看一些 美式的喜劇一樣 那個講話的速度非常的快喔 字幕的部分啊 可能是因為後來才改成中文版的 中文版的字幕再搭配 有一些片段啊 因為講話的速度很快 我們要搭配他的字幕上去 可能在還來不及閱讀完那段文字 就已經閃到下一段文字劇了 這個是羅卡在玩的時候 一點點小小的感觸 會覺得說這個字幕 其實好像還蠻快的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劇情如果說是在一個漫畫 它會有點像美式漫畫的風格 中間呢可能會有一些些是 類似末劇般的表演 劇情當中有一段羅卡比較深刻的 就是莉莉警長要來跟這個被囚禁的犯人 拿鑰匙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是花了還蠻多時間的 遊戲內容呢 基本上以羅卡看來啊 是比較適合18歲以上的小朋友來玩 畢竟呢它裡面有很多用字譴詞 都算是比較18禁以上的東西 大家如果說有稍微看到一些片段的話 羅卡不知道剪輯的時候 會不會不小心把它剪出來 如果說有注意到這款遊戲的呢 大概也會發現說 它裡面的一些情節喔 算是比較18禁一點的 包括它可能在分析一些 兇殺案的時候 那些文字啊 照片的方式啊 都會稍微的寫新一點喔 基本上在這個地方是會 建議18歲以上的再來玩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啦 再來呢就是遊戲的進行方式喔 如果說是在玩遊戲 純粹比較像玩遊戲的部分呢 它會有點像棋盤式的策略遊戲 在遊戲剛開始呢 其實它就已經有出現過一次了 有點像以前的機器人大戰那種感覺 一格一格的 前進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選擇下一個指令 我們一回合 敵方一回合 我們一回合 敵方一回合 就是回合制的棋盤遊戲那種 策略遊戲啦 跟瑪莉歐與瘋狂兔子的那個遊戲喔 算是比較相近一點的感覺 當然畫風是相差非常的大的 整體在玩起來呢 其實它的故事敘述喔 算是比較幽暗一點的 又帶有一點懸疑驚悚恐怖的感覺 本身玩家呢 就是要來扮演一個警察的角色 嗯 警長的角色嘛 這樣子呢要來下達一些指令 這個警察這個警長呢 到底未來的發展會是怎麼樣的 就是由玩家來做決定的 甚至呢 因為它的故事劇情喔 算是敘述的比較長一點 跟遊戲的遊戲性來說啦 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呢會比較喜歡這種 偵探小說 懸疑驚悚的小說 這種題材的人 可能來玩這款遊戲會比較喜歡 比較喜好一點 因為它的遊戲的故事內容呢 並不像一般的遊戲 會那麼的活潑輕鬆 灰諧可愛 如果看了這一小段的分享之後呢 有想要去接觸看看的 或想要幫羅卡補充分享的玩家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說自己真的很想要體驗看看的 也可以自己去入手來玩玩看 體驗這一款身為警察2的一些黑色的劇情吧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Bye